女兒是老公的前世情人 這件事 謝宜君感受特別深 對 你是已經感覺 沉隨意已經完全對你沒有 他已經是別人的 老公了 對 沒有 應該是講說 你吃醜 沒有 應該是講說 我女兒她就是從小 因為她到五個兄弟 在那一年同時出生了五個小孩 對 因為我怕我 一人一人 對 因為我怕我婆婆顧不了 所以我就把我的女兒送回去娘家 為什麼孫子都婆婆在顧 對 然後就是這首海姐 然後阿嬤哥 阿嬤有一個 兩腳 對 孫子很累 孫子很厲害 對 然後我想說因為帶回去 然後其實國小就要讓她回來了 國小 然後幼稚園就要讓她回來了 可是因為那幼稚園的大半那一年 我爸爸死掉 然後我媽媽就跟我講說 你這樣說 我媽媽跟媽說 情人流水 爸爸死掉了 爸爸過世 不是 我也覺得說 好像我爸爸過世了 我媽媽好像失去一個重心 她人整個瘦了 然後我一直在猶豫說 要不要把小孩子帶回來 所以我就讓她在那邊帶到了 國小整個畢業 本來我媽媽還不放人 其實小一就要回來 但我覺得 那因為一年 要不然每年 我孫子都在這裡回來了 然後 她還沒辦法 那其實就相對了嘛 你孤兒孤兒 會越來越不敢 所以才會一直拖 就跟媽媽這樣子拉扯到了 好難決定 國小六年級 覺得媽媽她也釋懷了 然後就把孩子帶回來 很像孩子會不會都只認 只認阿嬤都沒有認爸爸 認媽媽 感情比較可愛 可能比較不認爸爸 因為爸爸那時候做廚師比較忙 廚師 她比較少回去看她 假日都沒有休息 對啊 所以跟她時間都不一樣 偶爾是每個禮拜都會去住家裔 跟女兒一起住 對 然後可能十二歲之後才回來 所以女兒講什麼 她就當成是聖職 沒有 也是因為這樣 就是女兒到十幾歲才回來 然後會有一種彌補的心態 想說在這十幾年 爸爸也沒什麼 跟那個也沒什麼給你顧到 不然就是會比較百意 對女兒比較百意百順 就譬如說我叫 本來女兒就是 女生會比較閃來 對爸爸來講就是 會這麼說怎麼樣 這你新的嗎 他新的啦 但是我有哪三天 你很年輕耶 很漂亮耶 他已經去年大學畢業了 對 這麼大了 你看 你看 對啊 他們兩個拍照 然後排擠我 你看 不是啦 我本來要進去拍的時候 你不用 不需要你 我現在在跟別人的老婆拍 他這樣跟我講 所以你跟女兒合照的流量 比跟老婆高是不是 我都一直不好意思講 是因為我們 我們兩個不只唱片會比流量 臉書也會比流量 都是老成 因為以前都是跟他合照 因為現在人比較喜歡看 生活的東西嘛 然後跟他合照 我會看他跟他合照 PO上去的戰術 然後跟我女兒PO上去 每次都跟我女兒比較多 所以後來慢慢地 不要客氣 他就放棄我了 目標一直轉到女兒那邊去了 對 怎麼會這樣 大小心 沒有 真的 可是女兒真的很貼心 真的 怎麼貼心 做空間要怎麼添回去 給你聽聽 會 然後他想到 爸爸來 我幫你擺拔頭髮 一支五塊錢 拔白頭髮 然後爸爸來我幫你挖耳朵好不好 他都不是我們要求他 他會自己 他會自動 對 你這種 到時候嫁女兒那天 他會哭死 我跟你講 現在講到這個 可能都要哭了 不敢想 不敢想 要把女兒牽出去 交給另外一個男人的手 要跟你說在疼白頭髮 你就 好 我們來請教一下 艾菲爾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 有兒子就忽略另一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版 這個有了小孩 就會忽略另外一半的星座 那我們請大家參考一下太陽星座 上升星座 還有金星星座 那麼我們的來賓的部分 秀琦的金星星座是處女座 隨意哥 金星是天蠍座 我們的宜君姐的金星是處女座 我們來看一下太陽上升 金星如果是落在第三名 這個處女座的話 是有了小孩 那麼你會忽略到另外一半的 這樣的一個父母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對於處女座來講 他其實在照顧家庭上面 本身就是盡心盡力的 那麼一旦如果說有小孩的話 他會對於子女的照顧 絕對是細心呵護 那麼他們會關心子女的 哪些部分呢 會關心子女的日常的這種照顧 那處女座呢 對於這個家庭的照顧 其實是盡心盡力的 而且是追求這個完美主義 那麼希望小孩子呢 在成長的過程裡面 不要受到一點點傷害 比如說有沒有吃飽有沒有穿暖 晚上睡覺呢會不會這個踢被子 整體來講呢 處女座的心力一旦有小孩之後 他會把對於家庭的關心 更投入愛給小孩身上 所以呢處女座的父母 有了小孩呢就會忽略另外一半 第二名的朋友我們來看一下 太陽上升金星 如果是天蠍座的話 我們這個部分呢 我們的秀琦有上榜 那麼對於處女座 對天蠍座的父母來講 有了小孩以後 他們會付出愛心來教育子女 這個天蠍座呢 他是屬於身教研教都重視的人 有了子女以後 他覺得我自己呢要做好自己的榜樣 給小孩呢看在家裡面 就覺得說有一個學習 或者是一個崇拜的對象 那麼天蠍座的這個媽媽 也許呢對另外一半會很兇 或者是對另外一半很嚴厲 但對於小孩呢 他就會比較展現出天蠍座的那種愛 或者是寵溺的感覺 他希望小孩子在成長過程裡面 是充滿愛的環境裡面 能夠長大的 所以呢天蠍座對於愛 會完全的給小孩 那麼第一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金星 如果是落在巨蠍座的身上的話 我們隨意哥的上升星座 就是巨蠍座 那麼巨蠍座呢 給小孩子的愛 我們來看一下 是屬於投注經歷 並且滿足需要 那麼後面這個是重點 滿足需要 如果是說結婚以後 那個有了小孩 那麼他們會把這個 盡量的滿足小孩子的所有需要 如果小孩子跟他講說 我今天好想吃牛肉麵 或是說明天早上想要吃這個漢堡 那麼巨蠍座呢 可能今天晚上就開始做準備 這不是小孩吧 這是他沒辦法吧 害喜吧 害喜啊 沒有 但如果說是另外一半 這樣要求的話 那巨蠍座說 他說那你自己買 你上網去訂 他就不會去 把他這件事情當作是聖子一樣 但如果是小孩子的話 他覺得說 我在做漢堡 或煮牛肉麵的這種過程裡面 其實呢 也滿足了我這種 當父母的一種感覺 那麼也滿足小孩的需要 他覺得說這樣做 非常有成就感 那麼有上榜的父母呢 如果是處女座 天蠍座以及巨蠍座 有了小孩都會把愛 關注在小孩身上 而忽略了另外一半的需要 給大家做參考 隨意說你們家這個 有女初長成 去年女兒的大學畢業照 美到登上了PTT的表特版 更被封為最美新二代 對 這是宜君生 不是隨意生吧 這是我生的 隨意也是帥哥啊 也長得像隨意啊 你看那個 其實他五官比較像我 對 眼睛鼻子 眼睛鼻子比較像我 對 那樣就對了 可是女兒一般都不... 應該所有的女兒都不想像爸爸 你們有要進演藝圈嗎 沒有 其實我就覺得 因為其實他在... 他唱歌好聽嗎 好聽 有遺傳嗎 好聽 對 你爸媽都很會唱 因為他大二的時候 就開始經齡自媒體 所以其實他就一直都有在 像現在他業配也覺得不錯 都多少錢都不知道 要問他媽媽了 問他媽媽 一個月都有六位數 每個月 你就考這個就好 當他是大學的時候 就開始慢慢的經歷了 是他的 爸爸的是你而已 是他的 也是我的 不是你的 沒有 其實女兒 我就其實就... 我真的自己的覺得 他... 我看他在經齡自媒體 經齡的就是還滿不錯 其實也滿開心的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一直對新二代 其實對二代這兩個字 其實我也一直不太... 喜歡啊 喜歡 我覺得他不... 我比較不喜歡一代 一代... 好痛喔 不是啦 二代 不是 那個是... 是因為從以前到現在看到的 所有的報導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二代這兩個字 對小朋友來講或許... 壓力很大 對 或許不是助力 反而是壓力 像他在高中的時候 校園歌唱比賽 然後他就拿了... 對 然後他就拿了第一名 然後他拿了第一名之後 後面就有... 同學站到後面講說 要不是他爸爸媽媽跟校長比較好 他怎麼會拿第一名 就是因為他爸爸媽媽是個性嘛 所以老師一定會分數給他打 但是我女兒應該是從那時候 他的那個人格個性上 就有一點點 改變了 他會覺得說 我不會去管你們怎麼講我 我現在就是第一名 然後再來 我沒有辦法改變我的爸爸媽媽 是誰 那他們就是我的資源 我也不能說什麼 當然 他現在就要練習這些 他會覺得說我不需要去再問你 留言啊什麼的 而且他會覺得說我是靠實力的 就算你們講我也無所謂 因為你們沒有唱音我 你們唱書我才這樣講 那我也可以變成你們攻擊的對象 我也很開心 他的心理建設只能往這個方面想 很好耶 是你跟他講還是他自己想 因為其實我們每一天晚上睡覺 我們都會聊天 跟孩子 我覺得這個部分很重要 那我覺得他其實不是算漂亮 就是他很乖 他真的很漂亮 他也很懂事 他的社群網站人數有多少現在 三萬多 快四萬了 不算多 但是 比我們兩個價錢還多 給你們兩個 我們要檢討吧 對啊 我們兩個社群網站的 我是說在社群網站 我們兩個價錢還沒有 不用檢討 社群網站比較多是年輕人 對 但我覺得說這些都是他自己努力的 那他現在有穩定的收入 其實我也滿聽到開心的 那至於說 他想要朝著哪個方向他走 我覺得要他自己喜歡 開心最重要 他現在業配案很多 一個月有六位數字 有 我前幾天 家裡是不是一堆的保養品 試用 每一天都有 每一天都有箱子寄來 寄來請他試用的 那個貨運 就跟那個盟友說 盟友 你家東西每天都有 我媽媽說要買 你們雙叔是在找什麼的 盟友說那邊問到很不好意思 對 因為很多業配 每天都有廠商寄 對 寄來試用的很多業配 我幾天還跟他講說 因為我想說孩子大了嘛 有自己經濟能力 我覺得稍微開口說 媽媽最近手頭有點緊 要不要借一些來 借媽媽一下 他馬上講多少 給你不用還 真的喔 我會跟小孩子教育 你要反饋 怎麼查那麼多 我前幾天業配一個 我叫女友幫我拍 然後甚至腳本 要自己拍 自己寫腳本喔 對 因為有的廠商每一家不一樣 這家就我們自己寫 然後我就跟女兒說 然後我多少錢給你 你負責幫我寫腳本 然後幫我拍影片 然後幫我後製剪接這樣子 上字幕 然後我昨天才回到家 已經發文兩天了 昨天回到家 女兒就問說 爸爸 那個 你那個我幫你拍的那個 那個上去囉 發文囉 你說要向外面就 求老了 是吧 廠商啊 因為廠商要付錢啦 廠商還沒還沒匯款啦 就等一下 等一下 他看到我就要要錢了 可是女兒他去年畢業嘛 他開始經營 就真正全心全力 經營這個自媒體 他去年我的生日 過年前他就自己 買了一瓶香水 應該五六千吧 香水喔 香水 五六千喔 你還有在噴 有啊 他就說 可是他爸爸 這個是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自己賺的錢 買給你的第一個生日禮物 他也這樣講 很乖啦 對啊 當然我不能講說 女兒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是他的好幾倍價錢 所以我都不會講 因為我覺得心意很重要 女兒送了什麼 女兒送了什麼 包包 好像是這麼包 是不是耳環 對 然後他拿圖片好一挑 這幾個你喜歡 隨便你挑 哇 開心 所以自從女兒怎麼可以 讓他這麼早就嫁了 真的不可以 那留個幾年啊 都留幾年嘛 先反饋一下 好想看陳隨意結婚 女兒結婚當天一定 哇哇大哭這樣 先緩緩 先緩緩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